有请今天的第一组追梦人上场 大家好 大家好 姿先生好 知 知 这是 博光老师好 挺好的 这个师傅您是我看到的最丰满的蜘蛛人 腹部已经微微容器 这个好玩 我看看这个 好 他一个戏盘可以承受多少分量 大概两三百斤没问题吧 我累了 你累了 你下来 这个东西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吧 没有 还没有 不过老师是情况这样的 因为这个是我完全手工的 而且取自于我们就地取材的家里面 比如说您看这个板 就是我们家厨房里的那个切菜塑料板 比如说您看这个开关 看到了 就是我们家 就是用到家里面的开关 对 就是我房间的开关 里面的管啊 它就是我们家 吸尘器的管 对 还有这个背带 是我的这个旅行包的背带 所以全部是就地取材的 为了发明这一个爬枪机 我们家已经被我拆得七零八落了 你们家首先就电灯开关肯定是没有了 是啊 陈仲什么都没问题 谢谢 累吧 没事 就好了 来自于哪里 我来自于湖南意 你不要看这套衣服性感还是买性感 你贵姓 我免贵姓陈 叫陈颂东 您的职业是 我是小学美术老师 哇 靠想象力吃饭 你今天带着你的小发明来到这里 对 目的是什么 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 刺激了我 你受刺激了 对 我一零年来就申请了国家专利 而且被批准了 一二年的时候就是 美国人把我的这个发明 装备不对了 美国人 对 我看看 他来采用电池供电 他充一回电可以使用一个半小时 可以帮助士兵完成各项任务 当时我看了我就觉得很气愤 你为什么气愤的 因为西方人总是说中国人喜欢山寨 我觉得他们完全是胡说八道 比如说这款装备完全就是西方人山寨我们中国的 你认为陈寨你认为这是美国的部队 山寨了你这个 对 我今天来中国梦小学的目的就是 我希望造一台比美国更牛的 做一台全世界最棒的爬墙机 我明白了 那么要要制成你这套梦中的全世界最安全的爬墙机 现在资金缺口是多少 我大概需要八万块钱 如果不够的话我可以把我的车卖了 如果再不够我可以把我的房子也卖了 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一定能够知道这一点 准备 谢谢大家 美国的音乐为你送下来 好 谢谢 陈宋东老师 坚持你的发明创造 坚持你的梦想 生活因创新而充满希望 谢谢大家